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7月14日 宏都拉斯欲取格林纳达 周三早上,每周经杯分组赛地组迎来一场较量 届时宏都拉斯将迎战格林纳达 对阵双方国际足联排名相差将近100名 球队实力上看明显是排名更高的宏都拉斯占据优势 加上格林纳达此前状态不佳 今仗看好宏都拉斯收获开门红 目前宏都拉斯的国际足联排名是67位 在中北美洲地区排名第五 属于本届赛事实力较为不俗的球队之一 此前与竞敌墨西哥的友谊赛较量 双方都无法攻破对方的大门 最终收获的是一场合局 接下来宏都拉斯就要迎来每周精杯的征程 宏都拉斯本次大名单由M费古尔路亚领衔 他是本次出征名单为球队出战次数最多的球员达到168次 这位老队长可谓经验丰富 而较为瞩目的中前场球员无疑就是效力于普超伯维斯塔的 而爱丽丝和本土球队C的奥林比亚效力的谢利宾克臣 前者是宏都拉斯为数不多在欧洲主流联赛效力的球员 在国家队也有不俗表现 后者则是本期名单入球最多的球员 他已经为国家队攻入了21球 整体来看 宏都拉斯在阵容实力上要明显高于格林纳达 故而他们本届赛事首场分组赛赢球不在话下 格林纳达显得名不见传 由于球队在国际足联市排名第167名 可以看出球队实力成色如何 并且在此前的世界杯中北美洲外围赛当中战绩欠佳 四场比赛只有面对美鼠维京群岛收获一场胜利 其余三场比赛都是失利告终 历史上 格林纳达曾参加过二次美洲金杯 2009和2011年二届赛事合计六场比赛都是失利 球队在美洲金杯历史上只有一个入球 阔别了四届之后 格林纳达再度参加这项赛事 或许对于他们来说争取入球和取得分数才是主要目标 当然 金帐面对实力处于中北美洲地区属于强队的洪都拉斯 格林纳达将要苦吞失利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